俊妮姐 其實我們這一次 宣傳剛好都... 對 都有遇到 然後我們有做了幾個活動在一起 我覺得她的壓力好大 她都一直問我說 唱歌要怎麼唱才不會累 然後要怎麼唱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傷眼喔 才會進步 傷眼基本款都要唱三首歌 你才能走嘛 才能拿錢這樣子 她說如何唱到 就是第三首還有聲音 就是不會頭暈啊 或者什麼 所以你現在唱到... 你唱三首... 你唱第二首還有聲音 你唱第二首的首歌啦 不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子問她 我是那天呢 剛好進到帳篷裡面要唱之前 我看她就在吃一些潤頭糖 那我就想說 我很想要吃一顆 可是我不曉得怎麼開口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吃了這個糖之後 你就會比較... 可以唱 然後她就快想說 對...這可以開唱 我就說 所以 那我當然要找東西跟她聊 不然我要跟她聊什麼 然後現在是後面又問我說 要怎麼放對 然後那一天呢 我說我這個唱歌 那個聲音怎麼那麼有力度啊 對... 然後我就說 我當初也是去拜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教我 就是要如何找到那個單人的發聲 他說叫我先去觀察那個狗 先去觀察狗 一般的狗喔 看到那個郵差喔 都會追對不對 郵差的摩托車來 他就會一直追 然後追... 所以追到最後郵差郵門一喘 就輸那一隻摩托車 就是輸那一台摩托車嘛 那那狗是不是會不情願 可是牠已經很喘對不對 呼呼 那麼喘的情況之下 竟然還能... 那麼的有丹田的聲音可以呼呼 對 為什麼 所以連狗都知道丹田在哪裡 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牠那天介紹我這個方法 完了之後呢 不是...牠拐彎的不是在這裡 牠那天害得我差點家庭失格 因為呢 牠跟我講說 所以呢 Julie 我跟你講 你不要灰心 你回家你就試一個東西 這你就知道丹田的力氣在哪裡 牠就叫我回家說 你就對著你老半天 等一下 那個要講一個前一後果 不然我會被凡哥打死 之後來那個我教我唱歌 那老師我學老半天 就是感受不到丹田啊 然後他就把我叫出去說 因為我們以前的教室喔 就是前面又有大概一塊田地 大概三分地 那再過去就是一個省道 那邊很多摩托車來來去去 老師就說 你在這邊自己發音 發到讓騎摩托車的 會轉頭過來看你 你就成功了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 然後就怎麼弄都是 就是奇怪 摩托車就一直 一直一台一台騎過去 然後弄到最後我就很... 不是很高興 不爽 我就開始把小時候最天生的 就是那個三字經的第一個字 我就... 都回頭了 其實摩托車誰在罵我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 跑進去跟老師說 老師...我體會到丹田在哪裡了 怎麼...怎麼體會到了 我說就是...我就當他的面前就... 然後老師就說 因為我是用那個字嘛 是啊 領悟到的嘛 可是他說的確啦 那個字的確 發音很... 你有聽過人罵髒話 罵到著瞎的也很少 所以那天我學了之後 我就很開心 洪琦姐就...你看點頭舞蹈算 真的那個音就是丹田的 他那天就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很開心的回家 我說... 爸 我跟你講 今天我遇到公立 他教了我一個很厲害的發音方式 我說你做著...我發給你聽 然後我... 他講得很大聲那個字 他說什麼都是 因為妳先生... 妳先生也是歌手 他也沒有叫妳這樣練到嗎 沒有 所以流氓應該都是實力太創象嗎 對...